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的估值在飙升至历史高点后仍处于平淡的水平,该公司即将公布的业绩有可能进一步推高其股价。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,在上一季度销售好于预期之后,台积电有可能上调今年的营收和资本支出预期,这证明人工智慧推动的强劲增长将持续下去。 作为辉达等公司设计的晶片的主要制造商,台积电被视为人工智慧热潮的主要受益者。 虽然目前智慧型手机和其他消费产品的前景仍不明朗,但该行业不断升级到更精细的电路是另一个积极因素。 澳西银行投资总监XIN1IM表示,最值得关注的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预期,因为这往往是他们所看到的需求的一个指标。 他们仍然认为台积电值得买入,因为其股价上涨受到基本面因素的支撑。 他们在最先进晶片节点上的主导地位和技术领先地位,使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,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以高速度负荷盈利。 据悉,台积电股价较2022年10月的低点上涨了一倍多,市值增加了3300亿美元。 不过,该股目前的股价略低于5年估值中值,为明年预期收益的16倍。 相比之下,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市盈率超过28倍,闯15年新高。 台积电于4月下旬公布第一季度的业绩后,从中可以了解到各业务的销售贡献,以及该公司在海外扩张方面的盈利能力如何。 分析师估计,台积电第一季度的毛利率将保持在53%与上一季度持平。 台积电目前的2024年全年资本支出预算为280亿至320亿美元,预计其收入将至少增长20%,扭转2023年的小幅下滑趋势。 分析师的普遍预测是290亿美元。 该公司正在进行在美国、日本和德国建厂的项目,以满足全球需求。 晨星公司分析师Fenix Lee表示,台积电被低估了,因为该公司在尖端晶片领域的主导地位,有时被地缘风险所掩盖。 最近有消息称,台积电根据美国晶片法案,为亚利桑纳州的工厂获得了116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,这些担忧得到了部分解决。 圣保银行股票策略主管Peter Garnley称,他们预计,需求和销售增长将比目前反映在股价中的水平持续更长时间。 当然,一个负面因素是随着资本支出需求增加,自由现金流降低,其制造业基地越来越需要冒险离开台湾。 先进制成的发展以及AI浪潮的带动,使得去年起CoreOS成为资本市场的香薄薄。 在行业人士看来,CoreOS技术发展很久了,只是最近才开始红起来。 集邦咨询TrendForce近日发表报告,认为回答Blackwell新平台产品需求看涨,预估带动台积电2024年CoreOS封装总产能提升于150%。 前台积电共同营运长,现任鸿海集团半导体策略长的蒋商议也曾说, 那是在15年前的2009年,他向时任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提议成立封装单位,借由研发先进封装技术。 作为未来必然会遇到的摩尔定律瓶颈解方,在蒋商议的解读中,这就是CoreOS的源起。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,当年用了400位工程师及1亿美元设备投入研发,但研发成果却没有客户敢用。 然而,现在一切情况都发生了改变。 台积电的大客户回答,不仅是用其4N客制化制程生产最先进的绘图GPU,除了传统游戏行业之外, 这几年也开始被大量用于ChatGPT生成式AI。 其最新产品Blackwell新平台近年发表以来,具体产品包括B系列的GPU, 以及整合汇达自家Grace ARM CPU的GB200加速卡等。 GB200的前一代为GH200,皆为CPU加GPU方案,主要搭载NVIDIA Grace CPU及H200, GPU,但以GH200而言,出货量估仅占整体NVIDIA高阶GPU约5%。 集邦咨询认为,供应链当前非常看好GB200且寄予厚望, 预估2025年出货量有望超过百万片, 在汇达高阶GPU中的占比达到40%至50%。 汇达计划下半年交付GB200以及B100等产品, 但上游晶圆、封装方面,许进一步采用更复杂高精度需求的COVSL技术, 验证测试过程将较为耗时。 因此,集邦咨询认为,相关产品要等到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年初才开始放量。 COVS方面,由于汇达的B系列包含GB200、B100、B200等将耗费更多COVS产能, 台积电亦提升2024全年COVS产能需求, 预估至年底每月产能将逼近4万, 相较2023年总产能提升于150%。 此外,报告认为,汇达和AI发展HBM3E于下半年成为市场主流。 该机构预估汇达今年下半年开始扩大出货搭载HBM3E的H200, 取代H100成为主流。 随后,GB200及B100等亦将采用HBM3E。 在此背景之下,研究机构AMDI3月底发表报告称,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在最近几个季度进行了战略性库存调整, 预计2024年全行业产值将达到6000亿美元。 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慧AI推动整个供应链需求增长, 预计半导体行业将迎来充满希望的发展轨迹。 2023年全球半导体行业经历调整, 原因包括宏观经济不利以及库存调整。 Ondia预测, 2024年全球纯晶圆代工行业收入将增长16.4%。 机构分析师Claire Wink表示, 回答目前在AI加速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, 特别是云和数据中心部署方面。 此外,Google、亚马逊、微软等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也在开发专用的AI加速晶片ASIC, 以提高特定负载下的成本效率和效能。 边缘人工智慧领域的搭载率显著上升, 以个人电脑PC、智慧型手机为代表。 Ondia预计AI加速器领域的市场规模将在2024年至2027年保持增长。 2025年,该领域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亿美元。 毫无疑问,台积电将其中受益匪浅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